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山布雷车系统 看来台湾决心要把自己变成地雷岛了 那么这个布雷车在未来战争当中 台湾可能如何用 解放军有没有办法呢 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和雨天先生一块来探讨一下 你认为这个布雷车 它的这个布雷系统 它的具体性能大概是什么样子 台湾买的美国机动式布雷车 可以说对我军的登陆部队 还是威胁还蛮大的 因为这一次的俄乌战场中 这个地雷可以说是 主制双方进攻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包括这一次乌克兰大板工 一头撞到地雷镇上 然后损失了很多西方坦克 包括几个月前 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155旅 打乌格莱达尔 这个乌军也是布了大量的地雷 造成俄军的坦克 然后在抛锚了之后 对后方的阵型乱作一团 然后被乌军是用反坦克导弹和火炮 就击毁了大量的装甲装备 而现在美国看到的地雷的作用 终于给台湾运取了机动式布雷车 因为台湾是一直想买 美国一直没给 钱都付了不给 现在美国终于给了 这就说明 在这种地面战争中 地雷依然是有它一个独特的作用 尤其是现代化的地雷 现在俄罗斯战场上出现的 还是老式地雷 像T2M这种反坦克地雷 这种地雷主要是用来炸坦克的 当然还有一些反步兵地雷 可是美国的弹药库里 它地雷可不只是反坦克和反人员的 它甚至还有反直升机的地雷 它这个原理就是在地雷扔到地上之后 它上面有一些声波的传感器 一旦发现有直升机的声音 出现在自己附近之后 就可以发射一个防空导弹 然后这个防空导弹就可以追到直升巨大 就是一般地雷触发引擎 现在是三种方式 一个是震动 因为坦克装甲车过来 地面震动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是磁感应 磁感应本身它的探测范围也很大 毕竟坦克也好装甲车也好 它的磁感应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就是它有简单的微波雷达 这三种方式最主要杀伤的 是坦克装甲车 当然如果你直升机飞得比较低 它也会触发它的隐性 就是您说的这个方式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 那时候叫智能地雷了 那就搞得跟现在反坦克导弹一样 它就是用红外探测器 进行成像性的探测 探测到坦克也好 直升机也好 直接就发导弹出去 这是俄罗斯用的一款比较好 俄罗斯一款智能地雷就是这样子的 放在地面 如果感应到之后 它可以跳起来有30米高 来杀伤坦克装甲车 这个杀伤范围还是非常大的 其实乌克兰也用了一种叫MDR2智能地雷 也非常厉害 智能地雷是布设在公路的两侧 可是它可以在公路上布设一根线 也是用那种的探测方式 探测到目标之后 就像一个肩扛的导弹一样 它可以射出去几十米 而且定向非常准确 可以打你坦克装甲车的翼侧 相对来说翼侧 它的装甲厚度要薄弱一点 所以攻击能力都比较强 当然了 现在美国给台湾提供的地雷 是什么样的地雷 不知道 反正它是一个装在重心卡车底盘上的 一个地雷系统 边行进边可以布雷 听说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布一个几十米宽 几公里长的一个雷阵 其实这个布雷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就像您说的 如果在蔚来登陆作战当中 遇到这个地雷阵 其实主力还是挺大的 但是话也输回头来 倒高于尺 磨高于炸 难道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呢 您给介绍一下 我们有哪几种办法来破这个雷阵 现在扫雷有很多办法 当然传统扫雷也是有它独特的作用 现在也没有抛弃 比如说就是在坦克前面装一个扫雷滚 压过去之后 肯定是能把雷扫掉 但是在现在俄乌战场上 我们发现扫雷滚 它现在不一定起作用 像这一次乌克兰反攻中 用的豹2R扫雷车 它在压过去之后 本来也给开辟了一个通道 后面的装甲车跟着开上去 结果出雷了 这说明什么 是说现在有个地雷 是可以识别扫雷锯的 你过来之后我不炸 您讲的这是比较传统的方法 还有更现代的方法吗 现代方法有 比如说现在是火箭扫雷车 现在俄乌双方都在用的 叫UR277陨石扫雷车 这个扫雷车 一次可以拉出一个上百米长的 一个扫雷锁 扫雷锁一爆炸 沿途的地雷都会被摧毁 因为它既可以产生磁场 又可以产生压力 它的这种对影信 引爆的这种可能性 概率还是挺大的 而且它的爆炸威力非常强 可以直接用炸药来摧毁地雷 正是因为它的爆炸能力非常强 现在俄罗斯还不只是用它来扫雷 在城市战中他发现这个拆楼也很有用 因为扫雷火箭特别大 比一般的重心炮弹大得多 甚至比航空炸弹都要大 基本上一发就是一栋楼 打起来还是很带进 现在我经常看见 解放军在演练当中 经常用到是一个塑胶绳索一样的现实的炸药 是不是这样的炸药在破雷当中 它也非常有适用性呢 这个是当然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雷在哪个情况下 我们就用炸药开路 反正只要地下有东西 我一定把你炸出来 这个就是比较粗暴的办法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更加智能的办法 比方说我们用机器人扫雷 机器人扫雷现在是各国军警 现在已经常用了 就排出爆炸物 用各种机器人做 现在军事用途中 也可以用机器人来扫 只不过它有一个问题 那就扫的比较慢 在和平时期 我慢慢的弄 没关系 战时我们需要快速的通过雷区 那么这个机器人扫雷 目前看可能速度还达不到 此外还有无人机扫雷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看到过有一个美国的科研项目 陆军的 它就是用无人机 带着一个超声波的碳雷器 它可以用超声波成像 在地下机米之内的地雷 全部给扫出来 扫出来之后 那就简单了 只要知道地雷在哪 想要破坏地雷 还是很方便的 那下一步就是裂雷的事情了 对 此外呢 那就还有航空扫雷 航空扫雷呢 就是用直升机 拖一个扫雷器 也是那个 可以模仿坦克 它的这个磁场啊 声音啊 震动啊 等等 从这个雷场上经过 来引爆这些地雷 不过呢 我们想说呢 就是现在啊 俄乌双方的布雷作业 它并不是说布一次雷 它就完了 双方现在都开始用一些很诡诈的这个方式来布雷 一般来说 军队中都会有一个经验 那就是说炮弹坑里最安全 是吧 因为炮弹很难就落到同一个坑里 所以在炮弹坑里 就自己的安全性就大大的增加 可是现在俄乌双方专门捡了炮弹坑去布雷 就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视频就很火嘛 就说一个乌克兰士兵跳下这个步兵战车 他专门挑着那个弹坑去 呃 跳下去 结果出雷了 一条鞋就炸来了 这就是 你想到这地方 人家也想到了 这个就是像你说的 道高一尺谋高一丈 还有呢 这是乌克兰这次大满宫中 也碰到过这问题 他用这个U277这个扫雷索啊 在头一天夜里 就开替出了几条安全通道 但是俄罗斯呢 悄悄的这个安全通道上又埋了雷 而结果呢 乌克兰这个装甲车 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就乌样乌样的开上去了 以为这个通道是安全的 结果上去又出雷了 又乱作一团 然后被俄罗斯的各种火炮啊 直升机啊 就给打得就是损失惨重 因为现在快速步雷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火箭步雷 甚至榴弹炮 也可以补充步雷 所以你不要以为 把这个雷厂啊 清除了之后 马上就安全了 还要继续掌握情报 有没有继续补充地雷 当然了 台湾步的这个雷啊 按说呢 好像它是针对解放军来的 其实解放军 这些刚才您提到这个方法 都会使用 可以起到一点 隔眼残存的作用 但是绝对起不了 决定性的作用 更危险的是呢 尽管啊 像火山步雷车 它步的这个雷啊 听说呢 有几个小时到15天的自暴期 但是要注意 不管在先进的 有自暴装置的地雷 在战场的一个特殊环境之下 它会有很多啊 失效 不会再自暴了 这就带来什么问题呢 可能啊 你布下的雷啊 以后的伤害 它是无期的 这个在非洲的动荡地区啊 出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 包括中越边境 对 虽然台湾当局啊 买这个火山步雷车 得利的是美国 失利的是台湾当局 残害的是台湾老百姓 当然解放军的 未来的进攻速度 可能会受到一些辞职 但解放军都已经登岛 和你台军打面对面的战争了 就双方的整体战略来看 台军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吗 所以啊美国的险恶目的 就是让两岸自相残杀 辞职解放军 武统的军事行动的进程 其用心啊是非常险恶的 而且呢这个布雷车呢 未来一定是我们优先消灭的目标 毕竟啊 它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威胁 所以啊 台湾的这个国军兄弟们 能离这个车去多远 还是有多远吧 好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放屋面里面 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